欢迎收看聚焦新亚洲 我是主播郑一珍 首先带您到泰国来看 因为大坝泄洪的关系 河水暴涨 结果导致有一艘观光船 在开过大桥时 离桥底超近的 工作人员紧急大喊 要民众赶快蹲下 真的是相当危险 另外在大陆的湖南街头 突然间窜出一头黑牛暴冲 把清洁人员给顶飞 路人也都吓坏了 乘客惊慌尖叫 全部压低身子蹲在地上 桥梁从头上掠过 只差一点点就撞到头 泰国一艘观光船 在梅南河行驶时 因为大坝泄洪 导致水位暴涨 船上员工忙着挥手 要游客赶快蹲下 船只快速经过 距离桥梁之境 见之一起升 就会撞到险下还生 大陆湖南则有一头黑牛 不知道从哪里逃出 在街上狂奔 先将清洁员阿伯定翻 整个人惨摔在地 爬不起来 接着又朝路边女子猛冲 女子边叫躲进店里 黑牛追了进去撞到椅子 女子又冲了出来 吓得花容失色 外头清洁员阿伯满脸鲜血 手拿扫帚奋战 随后黑牛才被到场的 警方击毙 江苏泽又惊险车祸 这辆车突然加速 撞开柵欄暴冲 闯进停车场 乘客惊叫连连 借着撞上一辆汽车 刚下车的民众全被撞倒 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黑车划出一条弧线 把人全部扫倒 还把路数撞歪 短短六秒钟 撞上三辆车以及四个人 驾驶为了制止后座小孩打闹 不慎踩住油门才导致暴冲 巴西周围44岁骑士 试图在公路上飙到时速200公里 却出现一辆汽车左转 一面撞上 沧海猛烈喷出 骑士当场惨死 记得张亚中的报道 在以色列中部也发生了 重大的恐攻事件 而且地点相当敏感 就在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的总部基地外面 有一辆卡车 故意冲撞了公车站的民众 造成至少一个人不幸死亡 30多人受伤 很多人直接被卡车压在底下 相当痛苦哀嚎 司机也当场遭到民众击毙 一辆卡车直接朝人群冲去 宛如打保龄球般 直接撞倒一整排人 造成多人伤亡 车头全毁 车门变形 警察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撬开 可见力道猛烈 多人被压在车轮底下 由于这起事件发生在 以色列情报机构 摩萨德总部 所在的格利罗特基地外 卡车驾驶遭击 警方判定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我们会发现这些人 也会发现这些人 让他们发现这些人 这些人 中东冲突持续升温 以色列猛攻狂炸 摧毁伊朗前核武施暴大楼 和飞弹设施 地面轰然爆炸 大量烟尘充天 画面惊人 珍珠党在黎巴嫩 南部的地下军事碉堡 瞬间化为乌有 卫星照片更显示 建筑物直接从地皮面消失 损毁面积相当大 面对以色列强烈猛攻 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表示 不寻求对以色列开战 但对于以色列打击伊朗 军事目标会做出适当回应 并下令若有公民 把伊朗预袭的影像或资讯 提供给以色列将构成犯罪 可判处医治十年徒刑 消息人士则指出 加萨人质与停火谈判已展开 埃及总统塞西则提出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休兵两天的建议 谈判内容不排除为完全停火 和释放人质铺路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士兵居然也得要学韩文吗 网路上要这么流传一份 乌军的韩文讲义 上面整理出各种情境的对话句型 比如说战场上如果遇到北韩士兵 说哪一些韩文 劝详或者是审问的战情 另外有相关人士透露说 北韩现在每一天有上千名士兵 会送往俄罗斯的库斯克州 来做训练 预计28号之前就会达到5000人 而乌持续激战 目前传出北韩士兵被派驻俄罗斯前线 乌克兰军队似乎也加紧脚步备战 竟然开始恶补韩文 网传讲义上一排乌克兰文 一排韩文 最右边则是用乌克兰文 写着韩文的读音 原来这是乌军预设 如果在前线遇到北韩士兵 要怎么劝详或是审问战情 上面的句子包含 你的任务是什么 肚子饿了吗 被乌军俘虏了 还有放下武器 把手伸出来不要逃等对话 乌军还发布韩文版券响影片 说会提供北韩战俘 温暖的床和营养三餐 准备好要搞新战 报导指出 北韩每天有数千士兵 抵达基站的前线库斯克州 预计28号前会有5000人 分析认为 俄军是想趁冬季以前集结兵力 再一鼓作气拿下乌冬更多领土 还传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心腹 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永福 也到俄罗斯境内 作证指挥北韩部队 外媒指出 这代表金正恩有意干涉俄乌战争 南韩谍报机构还爆出 俄罗斯给北韩士兵 6.1万台币的月薪 是平壤人的23倍 但因为泰菜可能被当炮灰 恐怕没办法活着领钱 以色列日前锁定伊朗狂轰 如今有消息指出 在伊朗如果有人把预袭的影片 分享给以色列媒体 就是跟以色列合作视为犯罪 可能会被判处一到十年徒刑 记者网讯报导 美国总统大选 进入倒数的阶段了 川普现在强势的 指导民主党地盘纽约 不但是跟他的太太梅兰尼亚 罕见的同台 还做出了亲密的举动 另外出动了众议院的议长强森 像罗伯甘乃迪以及马斯克等 众多大咖一起造势 也成功刷下版面 川普和妻子梅兰尼亚 罕见同台 两人在台上 脸贴脸拥抱 牵手 展现夫妻好感情 川普开场引用 前总统雷根名言 批评败葬政府 造成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通膨 川普踢馆民主党地盘纽约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 举办近两万人的超大型造势活动 不只找来妻子 大儿子小唐纳和副手范斯 还出动众多大咖 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强身 小罗伯甘乃迪 福斯新闻前王牌主播卡尔森 职业摔角十足霍肯 还有超级川粉马斯克 成功吸引舆论焦点 马斯克扬言若川普当选 他能为美国联邦预算 仅减至少两兆美元 或台币64兆 马斯克鼎力支持 对川普而言简直是一道助力 联民主党参议员也惊讶表示 兵家必争之地兵州 已经刮起川普旋风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也到兵州拜访教会 理发厅 扫接拜票 另外专家分析 最近导向支持川普的人越来越多 加上川普不断要求盟国 提高国防支出 台湾必须在心理人事准备 和谈判意识形态上做出改变 以应对川普当选之后 所面临的挑战 记者吴江中报导 来关心日本的政坛 现在众议院大选已经开票结束了 但是执政党自民党只获得列191席 就算加上盟友公民党 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过半数的席次 可谓是惨败 那么日本首相也是兼 自民党总裁石破茂 并没有表态是否引就辞职 如果说真的因此下台 他将会成为日本战后最短命的首相 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果出炉 执政党自民党只获得191席 对比选前247席大减56席次 也是执政15年来 首次没有单党过半数 加上盟友公民党也只有215席次 依然不及半数223席 惨败收场 自民党总裁石破茂面色凝重 声称没有得到国民的理解 自民党因政治现金案形象受损 导致选情不利 石破茂并未表态是否因为大选失利 引就辞职 但承认失败 表示未来将与在野党合作推行政策 未来一个月内 日本将召开国会 现任石破内阁将集体总辞 由新众议院与参议院选出新任首相 石破茂如果再次出任 将组成第二次石破内阁 如果首相替换 他将成为日本战后最短命首相 比任期54天的 东九尔任宴首相还短 最大在野党民主立宪党席次 则是有98席大增到146席 甚至有望实现政权交替 另外自民党涉及政治现金丑闻的 十位前议员 为或党内提名候选人 包括已经解散的安倍五人小组 脱离党派自行参选 五人小组中有四人当选 包含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心腹 笛申田光一 自民党前参议院干事长世根红成 前内阁官方长官松野薄一 显示安倍派影响力依旧存在 记得淡压中文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有关于国会改革怎么会全部违宪呢 好 这主要是有关于在国会改革法 视线的部分 那么上个礼拜结果已经出炉了 所有的关键法案几乎都被判违宪 立法院的秘书长钟万来 在今天他到立法院去背询的时候也坦言 这是大法官对立法权严重限缩 而国民党则是痛批 大法官的解释已经违宪 还说绝对不会配合大法官来修法 国会改革案被大法官几乎判定全部违宪 行政机关主宰全民预算 为什么国会要求官员不能说谎 或隐匿资料算是违宪 立法院秘书长说 大法官的视线严重限缩立法权 当官员在被执行的时候 反面的一个执行 那个宪法法庭这样的判决 对吗 就变成言语表达方向 有可能只剩于礼仪上的争执 就会助长官员的气焰 翻开判决书认为立法院 不能要求惩罚官员说谎的大法官 就是蔡中贞等人 他甚至说官员说谎 只需要负政治责任 但大法官祝福美就吐槽 如果官员故意说谎或隐匿 将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 这影响甚至比伤害罪 诈欺罪更严重 所以应该要有刑罚 大法官蔡采真更直接呛瞎 说政治责任在很多情况下 根本没有办法 恶阻官员不说谎 强调必须要有刑责 事件出炉后 立员要查超市弊案 还有蔡英文护航经电视案 立刻停摆 网友嘲讽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 果然超效忠 他居然会说 要官员不可以说谎是危险 眼下实意就是官员尽量说谎 尽量不要回答 是哪门子的这个提示 大法官这个解释 他本身就危险 大法官现在是乱赢了 像过街老鼠一样 看看过去事件案 是为大法官就可以决定 实职废除死刑 现在连国会调查权 官员不可以说谎 通通判违宪 国民党团严理征修 宪法法庭修正案 不让少数的大法官来驾控立院 记者杨洁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金华城弊案延烧 那么在28号下午会召开 应小微跟省庆金的延压停 而31号就换柯文哲开庭了 但是检调已经压了两个月 关键金流还是找不到 民众党现在上街头怒轰 检调压人取贡 就连馆长也跳出来大骂 司法手段太不堪 柯文哲遭激压两个月 将起满之际 28号下午将召开应小微 和省庆金的延压停 而柯文哲是否延压 则是在31号下午开庭 但检调压了柯文哲两个月时间 似乎就是找不到关键金流 27号6000名民众党支持者 走上街头声援柯文哲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现身游行力挺丈夫 面对媒体追问不发一语 也只坐在台下听讲 但却被镜头捕捉到红了眼眶 还频频低头失累 情绪似乎相当低落 柯爸爸因为极其心肌梗塞 一度传出病危 至今人住在加湖病房 而柯文哲却可能再被延压 检方是不是压人取共 引爆争议 现在民进党的政府 爱怎么干怎么干 爱怎么压怎么压 人家爸爸 现在躺在医院当中病危 你搞这种下山烂的手段 民众党抨击特地媒体 天天配合检调放话 从遭扣押的随身点内容 到征讯笔录引导舆论 简直是政治谋杀 没有证据那就编证据 我真的没听过举止这个人 今天你搞一个这个人出来了 然后叫这些名嘴媒体放话 放完了之后 现在要搞一个延压 透过舆论争论节目 要塑造一个印象 那就是柯文哲有拿钱 他现在只能够拼拼找政治现金 感觉就是一个压人取共 对比柯文哲遭大论作鸡押 涉及十亿公帕超三 检方拖了一年多 现在才全坏做决策的关键大关 此法到底公不公正 全民继续睁大眼睛看 这张的民主国好台北报道 现在执政党在搞废核 十月又要涨电价 那产业界现在好像也快撑不下去了 要求立法院赶快修核管法吧 要替核电厂的研议来解套 那先前呢 竹魁有表态 对新核能态度非常开放 但是有专家说呢 现在有核电厂的 就是说现有的核电厂研议 恐怕才是最有效率的 蓝委赖世宝也说 在现在的在野党 早就替这个研议来解套 但是立法院修法就是卡关 就是卡在绿营反对 明天脑格费和核三一号机 七月底展开厨艺 二号机进行税修作业也停机 台湾有四十一天进入非核家园 十月下旋产业电价再调整 全业界喊话立法院快修法 让核电厂研议继续发电 连年在调整变加 七月是增加很大的成分 绿能发电多出一千两百亿左右 最后还是全民买单 希望政府也能够把核一核二核三 能够研议 包括核四都重新来启用 今天院长竹龙泰日前表态 对新核能态度非常开放 但专家分析别再唱高调讲新核能 修法让现有核电厂研议才最有效率 新核能指的是小型模组的反应器 安全性是比较高 它的问题是成本还是稍微高 最好的办法还是核电厂研议 专家补充反应炉研议要花钱 但只会耗时两年重启核能 马上就能填补民进党搞费核后的 台电前坑 怎么算都划算 三座电厂有个基础 一千亿到一千两百亿左右 但是台电改用比较贵的 再是能给燃气来替代 那么它的成本大概是一千年八十三亿 三座核电厂能够研议的话 那一年就可以少到 一千亿以上的台电的亏损 那这个钱就除过三座核电厂研议 核电厂研议能米平能源 经济和财政问题 但立愿修法卡归 核管法第六条修正案 和栏尾类士报提的 核电厂研议特别条例 只完成一读审查业媒进度 因为主要是民进党团去反对 他应该要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告诉来百姓他们愿意转弯 我们在业党已经把相关的方案都提好了 只等待执政党来推动 执政党高费核造成台电严重亏损 物价狂涨民怨沸腾 就判执政者悬崖勒马 立法院配合修法 让河南重新出发 记者张志明 曹天海岸采访不到 台风康瑞的路径大幅吸收 那么现在气象属最新的预测 登陆台湾的几率比较高 最快周二下午会发布海警 礼拜三的上半天 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礼拜四礼拜五将会是最接近 而且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另外有可能会从花东登陆 穿过大台北之后出海 所以气象粉砖也指出 如果康瑞真的是礼拜五登陆台湾 那将会是继1967年 极达台风以来 会为57年在11月登陆台湾的台风 依照绿科大包小包 准备搭船回绿岛 因为午后台东到绿岛的客轮 受到台风影响 周四前全部停航 基本上我们跑两趟完就停了 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 现场还挤满载物资的货车 运送满满蔬果米粮到绿岛 就怕关岛至少四天 船班都忙着运补物资 因为康瑞台风陆境又往西 29号慢慢从30号就会很接近了 排景的时间明天的下午 到明天的晚上 礼拜三的上半天这段时间 是有可能会发布陆境的 以各国最新陆境预测来看 康瑞很可能从花东登陆台湾 穿过大台北从基隆出海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 就在周四周五 接近时可能达到中台上线 更不排除变成长台 10月之后新席台湾的这个台风 注目确实相对较少 登陆的几率其实是有越来越高 关键的时间点可能还是在 29 30号 高压的势力是不是像预报的那么强 如果真的是周五登陆台湾 康瑞将是1967年击达台风以来 睽違57年在11月登陆台湾的台风 尤其周三开始台风逐渐逼近 北北级已得胜防大雨 周四周五台风最接近台湾 北部东北不可能有好雨出现 虽然康瑞台风路径还有很大变化 但民众最好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潘金日中去台北报道 天舞的万圣节活动 搞什么鬼派对登场了 结果最吸睛的是一对小姐妹 她们化身成槟榔吸尸 路过的民众全停下抢牌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就是爱助设计商 将复杂中方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 换为你我日常生活 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 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 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 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点 就是爱助设计家 带您实现家的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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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比如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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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内部 您现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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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跑腿自己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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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在年轻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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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台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选对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每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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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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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